每次恒指跌几百点,就有不少人相当紧张或者兴奋,以为股灾终于发生,近期市况长时间处于闷局,其权引伸波幅极低,加上港股流行炒卖牛红症,一旦出现短线突破,在衍生工具拆仓盘推波助澜之下,几百点恒指示基本消费,一轮拆仓之后,未必有后续跟进的走势。 所以不能过分敏感,市场相当成熟,早已不对所有股票一视同仁,何况最近是业绩公布高峰期,就算是同行业的公司,执行能力也是荣誉互建,最明显例指示内房,令人失望的时代中国01233持续沉沦,反之,部分股份有力破顶,可见个别发展才是主流,今次恒指跌得急。 金融股市主力元空,之前的反攻再次证明是檀花一现,相信会加强得个炒字的形象,股价要持续向上的难度只会越来越高,所以基本上可免责免。 当然,偶尔还是会出现板块强弱互逆,唯有跑出当秋水,轻仓金融长远应该还是随便有精,跌市未必一定要心急买货。 例如昨日港股便有等待的空间,因为美股同样是久久未见调整,初次启动跌势,不宜预股拆仓力度,因此看多一日比较恰当。 不过,可以做定功课,留意逆史有力守得好,甚至也留意想的股份。 假如美股再跌,进一步拉低港股,或者快速回稳反攻,想再港股出击,选股方面便不会全无头水。 通常风中敬草都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。 超前逆史行动,好处是股价比较低,提高直播率,但一定要配合本身看法。 亚洲股市昨日一度比较恐慌,因为两大主将台积电及三星电子有一段时间忽然跌得急,应该是被美国晶片商NVIDIA,NVDA,业绩后的评论所拖累。 如果认定长远大趋势不变,那么分批硬接长期强势的台积电,便是一个正路合理的部署,见到外围晶片巨头回落,对于港股的中心国际00981及华虹半导体01347暂时便兴趣不大。 虽然也算是风中竞争,这些中资股的投资者和外围公司大有分别,但直播率应该先以相对价值衡量,所以也不一定走势强便考虑博。 O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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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OO OF OF OF